让观众巧手期待许久的舞蹈类慈善节目《五出我人生》本月14日终于拉开帷幕 萨贝宁的激情四射 刘璇的柔情似水 荣祖儿的酣畅淋漓虽然为节目赢得满堂喝彩 但从初问世就可谓是节目招牌选手的张博之临时音商缺赛却成为舞台上最大的遗憾 接替张博之登上下一季《五出我人生》舞台的明星会是何许人也也令观众猜测不断 18日有台湾娱乐圈国标舞后之称的小S就显得对此兴趣盎然 其实我还蛮想要试试干在跳舞的 可是如果要花太多时间彩排的话 那个老公跟小孩肯定会舍不得离开我 原来这位国标舞后在嫁为人妇后为怕老公打分祖坛 早已金盆洗手告别舞团多年 此番若为《五临大热舞》出我人生重新出山 绝对是继拼命三娘张博之之后的又一位不可小觑的实力选手呢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 我看你了